那部分的測試已經發包出來了 測試完畢之後我們這裡滿謝謝 草屯正在進行污水下水道工程 由於市區道路正在工程開挖 路面充滿許多坑坑坑坑的痕跡 縣府公務處召開說明會 議員檢俊庭前來出席 希望了解未來道路如何的改善 現場的居民還有縣民都反映說 我們開挖之後很多路面的不平整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找議員 然後配合公所 還有代表部分做一個說明會說 以後我們現在目前在第一標 所開挖範圍裡面的虎山路也好 或是之前走過的新生路也好 我怎麼樣去做後續的路面的改善 那我們今天也特別把預計改善的位置 然後跟議員還有政公所 還有代表這邊還有地方這邊 做一個重要的說明 污水下水道施工時間 市區道路一條又一條的開挖 導致路面崎嶇不平 引起民眾相當的不滿 機車用路人有時為了閃坑洞 都需與車爭道相當的危險 施工期間造成中心路以南 省府路以別也就是重劃區跟新處理這一帶的道路 宜漆不平造成行人的還有交通的不方便 挖的時候那個地方就很多地方工程都在做 影響叫交通很大 所以大家對這一點有一點埋怨 議員簡俊廷希望公務處能夠持續協調各單位 針對未來市區道路進行改善工程 提供舒適又安全的用路環境 這一次省政府跟草仁鎮公所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盡視來改善路面的工作 公所跟省政府及地方的民意代表 居民已經有取得一些共識 像這個新村路要整段來刨池 還有一些路段比較差的 我都經過勘查以後 盡視會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跟他完成刨池工作 盡視恢復整個道路的暢通 用路安全是民眾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陣內還有許多道路等待修補 期盼人儘速辦理 減少道路事故發生的機率 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明義親吻 莊伯君 草屯團報道